大家好,我是Amy 昨天做完火腿甘烈之後 今天的早餐是榨菜肉絲米粉 材料有這些 做法很簡單 先將洋蔥切絲 然後準備醃豬肉 加少許鹽 胡椒粉 豉油和麻油 攪拌均勻 然後醃大約20分鐘 等豬肉醃好後 就可以開始煮 開中小火燒熱油 等油熱後 就可以放豬肉炒香 大概用中火煮兩分鐘 這時候的豬肉應該是半熟的狀態 就可以放洋蔥 然後用中火炒多一至兩分鐘 等洋蔥炒至金黃色 然後就可以把炸菜絲 加進去炒 就可以用中火炒一分鐘 就可以放在一邊 因為這時候我們要煮米粉 也是一樣用平常煮米粉的方法 就可以 加少許雞粉做調味 煮好後 就可以放到碗裡 再放在剛剛炒好的炸菜肉絲上去 如果你是喜歡吃辣的話 就可以加少許辣椒 很快我們這個炸菜肉絲米粉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其實為什麼會做這個炸菜肉絲米粉呢 就是因為之前做黏飯和鹹豆漿 我就用了很多炸菜 所以就順手做這個 所以他們應該是一個系列 你可以一次過做完 明天也會有早餐片 我們就會做這個豬扒包 耶 真的很好吃的 豬扒 還有洋蔥也很好吃 如果你不想錯過了明天的影片 就可以按訂閱按鈕 再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那為了答謝看片 看到最後的你 我就給你們一些片 就是中秋節那晚 我去了看這個大坑母火龍 雖然中秋那晚是下雨 但其實月亮也是幾光幾圓 但真的要好幸運才能看到月亮 話說那晚我們足足等了兩個小時 才看到這個母火龍 因為它在母火龍之前 還要拜神 還要幫龍頭插很多東西 那些就是祝福和寓意的 兩個小時之後 終於開始母火龍了 其實不能起火龍 是要靠300個師傅合力去做的一件事 因為火龍很重 所以他們要輪流換手 才能夠繼續表演 好啦 那我就靜靜地給大家欣賞一下這個母火龍 又來了 接手 接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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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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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就按個讚 有什麼也可以留言 或者inbox我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跟我說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